海上丰收也在进行中 福建东山县的鲍鱼 开始集中收获上市了 每天有6万斤左右的 鲜活成品鲍鱼 从这里送往全国各地 在福建东山县 铜陵镇海上养殖区 人们正忙着把刚采收的 鲜活鲍鱼运送上岸装车 在众多鲍鱼当中 卖得最好的是这种 体色金黄的大块头 叫做黄金鲍 它是在东山培育出的 绿盘鲍的一个品种 突破了国内无法养成 大规格鲍的技术瓶颈 它的大小是普通鲍鱼的3到5倍 最大的能超过一斤 它立盘鲍的优势是 耐高温 展示快 成活力更高 对比的话 产量大概提升了30%左右 在东山人们不仅会养鲍鱼 还会吃鲍鱼 在我面前呢 就是用清蒸 炖煮 爆炒 油炸 等多种方式烹饪而成的鲍鱼美食了 鲍鱼也可以和各种食材排列组合 摇身一变成为一道道美味的菜肴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东山当地也推出了鲍鱼干 及时鲍鱼罐头 等多种精深加工的产品 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鲍鱼的经济附加值 延长了这条产业鲍 目前东山鲍鱼的生态养殖达到5000亩 现在东山联产成品鲍鱼1.3万吨 鲍鱼联产值超过30亿元 这些天 安徽省吾湖市花桥镇咸定村的5000亩水塘 开始起鱼浪 随着响亮的耗子声 村民们不停拉动手中鱼网 鱼网越瘦越紧 白脸 青鱼 草鱼翻腾跳跃 不断冲出水面 这一碗大概有3万多斤 现在大的有15-6斤 小的也有5-6斤 3万多斤市场目前价格来 30多万块钱